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至硬順勾Facebook 標題為 《令為漢奸不作奴才 堅持自我 頂天立地》 余茂春教授接受美國之音訪問 講到美國對華政策 講到自己作為蓬佩奧顧問任內的工作 也講到中共對他個人的攻擊與漫罵 余茂春教授最大的貢獻 是他提醒美國政府 將中共與中國人民分開 中共是中共 中國人民是中國人民 中共綁架中國人民要威脅全世界 美國不再想這個檔 余茂春因為敢被中共的五毛和小粉紅 周罵為漢奸 他被人仿校巡賄夫婦做了一個貴賬 被種族除名 被自己的學校吊銷畢業證書 這個都是中共慣用的手段 中共最擅長發動群眾鬥群眾 只要你不聽話 就會被污名為漢奸 被孤立為攻迫害 直到你屈服為止 我亦曾被一些老同學罵我為漢奸 我在蘋果社專欄時 曾說過 寧為漢奸不作奴才的話 我不以身為漢奸為止 如果我嚮往普世價值 認同西方民主制度 批判中共的獨裁統治 如果這樣都叫做賣國 叫做漢奸 我就是漢奸 那又何況呢 我是無可救藥的自由主義者 哪裡有自由 哪裡就是我的祖國 中共和我同民同種 中共幹的壞事不會變成好事 美國和西方同我二民二種 美國做了好事也不會變成壞事 好和壞皆基於人性 基於良知與價值判斷 反送中運動中 亞洲周刊將鎮壓香港人的黑警 當作年度封面加以重陽 我無法忍受這種顛倒黑白的立場 宣布和該刊總編輯 優立本和副總編輯 剛順絕交 當時亞洲周刊出了一篇小文章反擊我 標題是 顏純歐要與14億中國人絕交 我只是與幽剛兩人絕交 為什麼會變成與14億中國人絕交呢? 因為幽剛兩人自認為中共的奴才 中共自稱代表14億中國人 他們也自認是14億中國人的代表 這不是荒天下之大謀嗎? 中國人什麼時候投票通過一個決議 說優立本和江順就是他們的代言人呢? 這就是中共官勇玩弄的統治術 他們綁架14億中國人 利用其中的小部分奴才 去統治大部分國民 挑動不同的人互相鬥爭 中共助手如利 可悲的是 中國人一直沉迷在中共的這套統治術裡 幾十年來都沒有醒過來 不要讓不愛國、漢奸這種污名嚇倒 國家可愛你就愛他 國家不可愛你就恨他 愛是一種情感關係 愛國絕不是無條件的 也不是與生俱來的 至於是不是做漢奸 那就在乎於這個國家值不值得我去維護 如果不值得 那我背棄他也是天公地義的事 與國家無關、與種族無關 只是我個人有關 大使當前先問 我是要做自己或做別人的奴才 堅守自我與出賣自我有天壤之別 做奴才要復復在地 做自己才可頂天立地 如果向往西方普世價值就是漢奸 那我們就理直氣壯地做漢奸? 因為這樣才是自我實現的一種方式 反之你害怕做漢奸 只能出賣良知和尊嚴 你選擇放棄自我 去做中共的奴才 中共綁架14億中國人為他們洗腦 設置種種不人道的制度 壓迫他們、控制他們 中共竊取中國的全部資源 以此製造中國人離開中共 就活不下去的依附性 這樣中國人就習慣了作為中共的奴隸 而活在種種非人的環境中 你選擇做奴才你就造成了 因為余茂春教授的提醒 美國政府一夜之間明白了中共獨裁體制的本質 作為中共治下的14億中國人 至今有多少人明白這個基本道理呢? 人生出來就有個人的慾望 有個人的利害與取捨 人才有自我 才有家庭和社會 才有政府和國家 沒有個人就沒有一切 中共要求你愛國 愛國就要愛中共 然後中共就把持你的身心 逼百里死心塌地為中共賣命 你聽話就做奴才 你不聽話就是漢奸 中國人要解放自己 才要解決這個漢奸與奴才的背論 一切都從自我出發 不做奴才就不怕做漢奸 要追求自我實現 就必須擺脫奴才的命運 不以做漢奸為此 不以做奴才為榮 中國有自由 中國就是我的祖國 中國沒有自由 這種祖國不要也罷了 身為中國人 不具有永恆的意義 只有身為一個人 才有永恆的意義 比一個老同學說是漢奸 我一點都不生氣 反之我只是憐憫他們 希望他們好好做奴才 只只酸酸做下去 不要後悔 文章緊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不反映大紀元立場